3月8日 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阵级为李氏6.7级 阵中烈度为9度 共有34万人受灾 地震发生后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立即紧急动员组织救灾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冒着余震 亲临震中地区 慰问受灾群众 指导救灾工作 在党的领导 和人民解放军的大理支援下 灾区人民 很快重建了家园 恢复了生产 4月16日 北京日报发表批判 三家村的文章 三家村指的是 北京市委书记邓拓 史学家吴涵 北京市委统战部长 六抹杀 1961年 在前线刊物上开辟的 三家村闸记栏目 栏目中的文章 对当时左的错误做法 进行了批判和讽刺 1966年3月底 毛泽东点名批判了 三家村闸记 和邓拓的烟山液化一书 5月 对三家村的错误批判 遍及全国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北京召开 5月16日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 中共中央通知 及516通知 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 文革小组开始由陈伯达当组长 8月底由江青代理当组长 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 通知确立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方针 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 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也标志文革动乱的全面开始 文革动乱历时十年之久 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动最广 危害最大的政治运动 发动这场运动 是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最大失误 粉碎四人帮后 中央宣布文革结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党又实事求是的 彻底纠正了文革的错误 5月7日 毛泽东看了前一天 林彪转送的总后勤部 关于进一步搞好 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 给林彪写信 提出了各行各业 都要以本行业为主 兼击其他 并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 这个指示 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为推行 在许多方面 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5月25日 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子等人 在校内贴出大字报 攻击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等人 在搞修正主义 阴险的康生 把这张大字报抄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批准于6月1日对全国广播 6月2日又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 从此全国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党委 造成更大规模的动乱 5月29日 北京清华大学附中少数学生 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组织 不久便在北京发起红卫兵运动 他们写了鼓吹造反的两份大字报 通过江青转成给毛泽东 8月1日 毛泽东负信支持 此信公开后 全国普遍兴起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到处破四旧 搞炮轰 乱揪乱斗 乱打乱砸 许多人一夜之间就成为黑帮 不少人不堪受辱 还冤自尽 8月18日至11月26日 毛泽东先后8次 在北京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 13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 红卫兵在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 各级地方党政机构 逐渐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 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大串联延续了半年多 才逐渐停止